好,我们下面先看一下这个书的一些重点的词汇和短语 先来看第一个重点词,就是这个无聊的、单调的 跟老师大声先读一遍 Monotonous 大家看到这个词拼写和发音呢就有点单调 你看M-O-N-O-T-O-N-O-U-S 这拼写就很单调 这里边有一些重要字根,咱们一会儿会说 咱们先看这个单词的一些用法 比如说先看一下在本文中是如何使用的 看课文中的第五行中间到第七行 课文第五行中间到第七行出现这么一句话 他说 Reading is only a partial solution For the monotonous rhythm of the wheels clicking on the rail Soon loves you to sleep 他说读书只能解决部分问题 因为这个火车车轮子咣当咣当撞击在铁轨上 发出的单调的这个声音 很快就使你沉沉睡去了 这个火车车轮子跟铁轨装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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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单调的节奏,单调的声音 叫monotonous用在这个地方 我们再看一个固定的习语 咱们看一看在第五诗课 就是228页的第二行最后到第三行 228页第二行最后到第三行 有这么一句话 他说 The same old favorites recur earring ear out with monotonous regularity 他说那些老是我们非常最喜欢许下那些决心的 年复一年的总是不停地重复发生 这个favoris这个词本来做名词表示最喜悠的东西 在这有语境就是我们最喜欢许下那些新年的决心 什么要减肥啊要戒烟的等等 这些怎么样呢 老是不停地年复一年的发生 这个总是或老是叫with monotonous regularity 这个是固定的器语 这个regularity是规律性嘛 就规律用是个单调的规律 这个频繁的去发生 当然翻译成这个老是总是了 这个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The little boy was the bed with monotonous regularity 这个小男孩老是不停地尿床 wet在这当这个动词来用就把什么东西弄湿了 把床弄湿了就尿炕了呗 老是不停地尿炕 这个with monotonous regularity 非常类似于咱们在第二课讲过那个be always doing something 它又能贬义词的味道 表示令人讨厌的东西老是在发生 这是monotonous用于固定搭配里边的一个用法 这到了50克还会进一步去复习 那么这是看到了这个表示单调的很无聊的 我们看到在31克咱们讲这个可爱的怪人 那个时候见过一个他的词的同一词 就是单调的道 D-U-L-L 也是单调的无聊的 很令人这个觉得很沉闷的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道 道 咱们回顾一下这个搭配叫沉闷的日常生活 单调的日常生活是怎么说的 咱们复习一下 咱们看146页第三行最后到第五行 146页第三行最后到第五行 有这么一句话 他说这总是能够给他们赢得他人的爱和尊敬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给平淡的日常生活增添了一丝亮色 平淡的日常生活叫做道路听 of everyday life 每天生活的那些单调的无聊的例行的公式 叫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 这是看到道可以跟manana 类似词汇可以替换 那么manana这个词看似比较长 一般个儿大的词里面一般都有字根 你看这里边有个重要的字根 就是这个mon 有的时候呢可以再加个字母 就mono或者mon单独使用都行 出现这个拼写我们知道 它表示single表示唯一的就一个 那么本文中mono表示就一个 后面你再看后面还有个ton 对吧 ton如果再加个字母e的话 tone刚好是声调或者音调的意思 刚好前面是mono是一个 后面tone是声调 一个音调的不是单调的吗 后面那个ous是形容色字根呢 单调的就出来了 非常好记忆 我们多看几个 好多词汇里面都出现这个mono 比如说monologue 这个mono还是表示唯一的就一个 这个log这个字根本身可以表示speech 说话讲话的意思 就log有的时候是logue都行 表示说话讲话 你一个人在讲话 这个词可以反正独白 独白一个人在说话就独白的意思 或者在生活中也能表示自言自语 在台上呢 就是一个人这个大段的独白 就一个人讲话 自言自语 可以用它 那还有我们看的跟它类似的 还有monogamy 这个mono还是一个 这个gamy gamy gamy my 一般表示marriage 表示结婚 婚礼的意思 刚好monogamy 翻译成一夫一妻制 就指 这个 一次婚 叫一夫一妻制 我们把这两个词大声读一下 先读第一个 独白或自言自语 monologue monologue 一个人说话 再读一下这一夫一妻制 monogamy monogamy 这是指结一次婚 那还有呢 我们看 再跟它类似的一些 我们在 出现的一个词 叫单翼飞机 这个plane 本身既可以表示飞机 也可以表示大平板 就一个平板 一个翅膀 没有这个两层的这种 是单翼飞机 我们在第二十刻 先驱飞行员 在背景信息里面说过这个 我们再读一下 monoplane monoplane 这也是表示单独的唯一的 对吧 有 我们进一步再看 还有呢 Monolingual Dictionary Monolingual 表示一个单语的 单语字典 像我们很多买的字典 像什么 牛津朗文 有双截字典 就是有英文解释 还有中文解释 如果只有英文解释 没有其他语言的解释的话 那这是一面单语字典 我们大声就叫 Monolingual Monolingual 后面这个Lingual 本身就表示语言 跟语言类似 那么你看 要是双语的呢 就把M-O-N 混成B-I 就好了 Bilingual 就是双语的 这是一本单语字典 那同样还有像 Monarch 和Monarchy 这个在以前我们说过 Monarch表示君主 国王 Monarchy 就是君主制 君主制就好了 为什么 前面的Mon 还是表示一个 后面那个Arch 或者Arch 可以表示统制的意思 就像那Rule 你一个人统治 是君主国王 这个正体叫君主制 对吧 我们再读一下 第一个君主国王 Monarch Monarch 再读君主正体 Monarchy Monarchy 所以大家看到 这个Mon或M-O-N-O 是个重要词 跟表示一 就一个 还有些简单词 我没有写 你像星期一 其实也是 星期一叫Monday 对吧 这不是一吗 星期一吗 所以它跟一 还是相关的 好 这个 单调的 无聊的这个词 我们跟老师 就看到这 好 下面一个重点词 咱们来看一看 后面这个 发出 嘎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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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声音 这是个拟声字 跟老师大声 先读一下 Click Click 你哼嗯 咱咱 就发出 嘎哒 咱哒 咱哒 这个声音 这叫click 注意不要读click 他还是把短音发 ㄟ 像暴树一样 那个 ㄟ 二 三 所以读click click 这么一个声音 那么这个词 几乎不几乎都行 我们都是发出咔哒咔哒声音 咱们看些例子 click one's fingers 然后手指发出嘎嘭 这么一声声音 是什么呢 打响指 突然间 打响指的声音 叫click one's fingers 叫打了一个响指 还有呢 the door clicked shut 这个门嘎嘭一声 给关上了 这个并不是突然间 巨大的声音 咣当一声关门 就自尼嘎嘭 这嘎嘚一声 这门就关上了 发出嘎嘚嘚嘚 这个轻轻的撞击声 还有你看下面 这是做哪个动作 咱们看一看 the soldier clicked his heels 这个结构 我们在第31课 这个幸运的怪人中讲过 这个士兵怎么样 嘎嘚 这个让脚后跟 发出嘎嘚的撞击声 这士兵干嘛 打了一个立正 打立正的时候 你看大皮靴 咯噔 撞一下 长官你好 长官吃了吗 我们打立正的时候 咣当 撞击一下 可以用这个声音 总之 咔当咔当咔当 有时点击鼠标 那个点击 you can click 这很好理解 都是发出这个声音 我们你声字 在三册中特别常见 我们复习一下 13课中 这个出现过的 he slammed the door 或者he banned the door 他用力光光的这个 去摔门 slam和bang 本来是模拟声 bong的一声 口型就很大 对吧 或者可以这么说 the door slammed shut with the door bang shut 这个大门 咣当一声 就关上了 当然这个 前面谎言词 slam和bang 是动词原型形式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这个 slam slam bang bang 表示咣当一声 把门关上了 注意这个 我说了 不要读bong 那bong 成汉语拼音了 不是bong 前面发 ah 后面拱舌根 我们在那边 bang bang ah ang ang 这么一个声音 光光一声 我们门关上来 我们再复习 当时听过的 那个托福听力题 好 我们再听一遍 question number 19 the door banged shut 我们看 应该选哪一个 好 这个题错过 大家应该有印象 是不是正确答案是 d选项 the door closed loudly 这个门 大声都关上了 为什么选d呢 再看个原文 question number 19 the door banged shut 那当然答案是d了 the door closed loudly the door banged shut 这个门 光当一声 就关上了 这话是巨大的 装击声 我们再看这个 13课 62页 课文最后一句话 62页 课文最后一句话 又出现了 这个词 when Mrs. Richard walked toward him he flat slammed the door behind him 再来 slam 光当一声 巨大的装击声 可以用它 那么在复习 15课中 另外一个拟声字 70页第四 到第五行 70页第四行 到第五行 If 50pence pieces are not exchanged for sweets they rattle for months inside money boxes 如果这些 50便时的硬币 没有被换成糖果吃的话 他们在这个存钱罐里 能光当光当光当 能光当上好几个月之久 这个rattle 又是模拟硬物撞击 反正光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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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光当光当光当 这个撞击声 我们再读一下 rattle rattle 也是个拟声字 这是我们在第15课中会出现 那么在看31课里面 这么见过的 就蹬的一声 把它撂的那个地方 落地的声音 146页第14行 到第15行 146页第14行 到第15行 it was extremely heavy he dumped it on the counter 因为这个大口袋特别重 它蹬的一声 把它扔到了柜台上 这个dump 叫硬物落地声 把它蹬 蹬 蹬 dump 这么一个声音 跟老师再读一遍 dump 硬物落地时发出的声音 还有我们看 某人落水 扑通花的一声 先看第10课 50页第16行 50页第16行 the order to abandon ship was given and hundreds of people plunged into the icy water 汽船的命令被发布了 并且数以百计的人 扑通通扑通通 跳入了冰冷的水中 这个动词原形 还是去掉这个字母的 黄颜色的是动词原形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plunge plunge 也类似 putum 哇 这么一声 就是putum 跳入水中 这个在第42课 咱们刚刚见过没多久 咱们再复习 196页第21行末尾 196月第21行末尾 they plunged into the lake 他们扑通一声 跳入了湖中 还是用这个字 这模拟声音 扑通 哇 这么一声 类似的还有几个常见的 模拟声音的 比如说 we'll clap our hands 动词原形是C-L-A-P 表示拍手 这个声音 我们再读一下 clap clap 鼓掌拍手 发出的这个声音 对吧 可以用它 再比如说 don't clatter the dishes you wake the baby up 这也表示应物 在撞击时 发出的声音 是或者是 表示应物 在频繁落地时 发出的声音 你像打字机 可以用clatter 还有呢 这个马蹄声 落地声 也可以用它 应物频繁撞击 或应物频繁落地 发出的声音 我们再读一下 clatter clatter 读快之后会浊化 clatter clatter you clatter clatter 就是这个 轻轻浊化中 的声音 还有像打耳光 打屁股 你看这个 也是你声字 I'll smack your bottom If you don't behave yourself 我说你要是 不老的诗诗的话 我打你屁股 这个smack 表示啪的一声 什么抽耳光啊 打脸蛋 打屁股蛋 都用它 smack your bottom 就打你屁股 我们再读一下这次 smack smack pia 这么一声 但是这个词 不要用错 有个东西用什么smash s-m-a-s-h smash 那打碎了 那么屁股打碎了 人就死了 叫它啪的一声 模拟声音的 抽耳光 打屁股 可以用它 好 这是跟click 相关的一些词汇 我们给老师 就看在这 下面一个 比较重点词 咱们来看看 这个检查 这个词 跟老师大声再读一遍 inspection inspection 这个词 叫做检查 这个检查 这个词 咱们主要记字根 它有些重要的字根 咱们记住 以后一看 但看到spect 看在这几个字母 拼在一块 咱们记住 一定表示看 跟看有关系 咱们起于反三的 多看几个词 你像这个inspection 它的动词形是 inspect 检查 还有名词检查员 inspector 都来自于这个 看 检查当然得看了 你前面叫in in是里边 向里边 那么打开盖 我看看里边是什么 我检查 要看看里边 放的是什么东西 所以我们分别读一下 这个动词 慢慢来 inspect 再读检查员 inspector 再读名词的检查 inspection 非常好记 再比如说我们看这个 expect 是expectation expect是希望 或者预期 或者盼望 这个ex呢 ex不可 是不是向外的意思 in是里边 ex表示向外在外面 出口不是exit吗 往外看一看 向外看 是不是希望预期 或者展望一下 往外面看一看 未来有什么事会发生 向外看 就期望预期或展望 我们读一下 expect 好 再读名词 expectation 这是往外看 这特别好记 我们再换一个 这个suspect 大家可能都知道 做动词表示怀疑 这个su 或者sub 等等等等 可以表示下的意思 su或sub 像sunmarine 不是潜水艇吗 marine是海 sunmarine 大海底下 不是潜水艇的意思吗 对吧 那么要看看 下面是不是藏着东西呢 我那上面这是没问题 我看看下面 是不是藏东西了 怀疑在底下 怀疑在底下有东西 要往下边看 看一看底下 是不是有问题 要怀疑的意思 我们再读一下动词 suspect 当然这个名词 这个词可以当名词 叫嫌疑犯的意思 表示嫌疑犯呢 都能suspect suspect 这么来读 然后名词的怀疑 suspicion 好 形容词怀疑的 suspicious 你看都是跟这个看 类似的吧 就看看下面 是不是藏东西了 怀疑 可以用它 那么我们再多看几个 你像这个spectacle 这个词做名词 它本身可以表示一个情景 尤其是一个 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个情景 我们读一下 spectacle spectacle 情景是我们看到的一个东西 用它正合适 如果这个词用复数呢 spectacles 就会反映着眼镜的意思 a pair of glasses a pair of spectacles spectacles 加s 比glasses 表示眼镜 给我们证实一些 还有它的形容词 形容词叫壮观的 也是跟看相关 我们大声那边 spectacular spectacular 就是壮观的 当然也离不开看 非常好记 再看 我们还有circumspec 这个形容词 以及名词 circumspection circumspec是形容词 叫谨慎的 小心的 为什么呢 我们看到前面那个 c u r c u c u r c u m circum 是不是来自于那个大圆圈 circle 那么后面是看了 往周围看一圈 看一圈 哎呀 我先看是不是有问题 周围看了一圈 安全了 然后再做事情 是不是谨慎的 先往周围看一圈 然后再做事情 叫小心谨慎的 我们大声读一下 这形容词 circumspec 再读一下名词 谨慎 circumspection 小心谨慎 然后周围看一圈 再做事情 非常好记 再比如说 我们还有一个词 叫前景 未来 前景 展望 某个事情的 未来 前景 展望 是在天气暴的时候 明天的天气怎么样 都可以用它 这个 spect还是看 p e r o 是向前 往手打凉棚 往前面看一看 前景 未来 展望 前程 前途 是明天的天气 都可以用它 咱们复习 咱们以前说过那句话 道路是曲折的 但是前途是光明的 咱们刚见过这句话 the road is turtious but the prospects are bright 道路是弯弯曲曲的 turtious 刚讲过没多久 就弯弯曲曲的 对吧 但是 前途前程 是一片光明 注意 prospect 这个词 习惯用复述 用prospect 就好了 那这是 也是跟看相关 最后我们再看一个 叫retrospect 这个retro 这个词表示turn back 叫扭回身的意思 回来 往回 后面还是看 往回看 这个词刚好叫 回首往事 回顾 回首往事 这个词可以当名词来用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retrospect retrospect 好 这个retro本来表示向回 扭回身 扭回身看一看 刚好是回首往事 咱们看一个完整句子 in retrospect 不谨慎呗 新婚之夜发现 哎呦 是男的 倒了没了 这到最后还得离婚 这属于回首往事 我们看怎么样 大家发现 这都是跟看相关 我们可以把它放在一块 把它记住就好了 好 这个检查相关的重点自根 我们跟老师就看到这 下面我们来看一个重要的动词 就是恐吓或者威胁 跟老师大声再读一遍 intimidate intimidate 叫恐吓或者是威胁 这个词特别好记 为什么呢 因为它中间藏着一个小的形容词 叫timid intimidate 中间有个timid 这个timid本来表示胆小的 怯懦的 胆小的 我们再读一下这词 timid timid 读慢了叫timid 读快了之后 最后那个的失去宝破 舌尖顶住上海堂 再来没 timid timid 哎 叫胆小的 怯懦的 那么前面上in是进去 后面ate呢 是动词自根 刚好使胆小的情绪 进到你体内了 不是恐吓威胁你吗 让你胆小 让你怕我呀 所以这个词特别好记了 我们举一反三呢 可以把这同根的词 把它记住 先读一下动词恐吓 intimidate intimidate 让胆小的情绪 进到你体内 再读一下令人恐惧的 令人恐惧的 恐吓性的 intimidating intimidating 让人一看就害怕 还有恐吓的名词 intimidation intimidation 这就很好记得 他有中间一个 怯懦的这个词 好 我们再看当年 肖伯纳说过的一句 名言中也出现这个东西了 他怎么说呢 他说 hatred is a coward's revenge for being intimidated by George Bernard Shaw 肖伯纳说 这个hatred 当然是这个仇恨了 憎恨 仇恨 是懦夫的这个抱负 为什么事呢 为了被恐吓之后 懦夫的抱负 就是恨你 如果真是若 势必怒 服尸啊 人流血五步 天下搞素 今日事业呢 真正你把这个 这个 有志愿惹火了 我要不是努力呢 去自强 要么干脆把你杀掉 这个懦夫胆小鬼呢 他被恐吓之后呢 他心里恨你 但是他只敢恨 他不敢去做别的事 所以憎恨是懦弱 在胆小鬼 对于被恐吓之后 他的抱负 他唯一的抱负 就只会恨对方 就憎恨 intimidate 叫做恐吓的意思 搭配非常简单 intimidate somebody into 那么恐吓某人 让他做某事 或恐吓某人 让他处于某个状态 比如说他恐吓 这个证人 让他保持沉默 不许说话 he intimidated 证人 the witness into keeping quiet he intimidated the witness into keeping quiet 他恐吓 证人 这个 让他保持沉默 跟他类似的 还有好几个 我们可以同时记 cow 或者bully 跟他是近义词 都可以表示恐吓 胁迫 吓唬 胁迫某人 处于某个状态 或者胁迫某人 去做某事都可以用它 我们中心动词 读一下好了 cow cow 这个cow呢 我们知道做 名词是奶牛 或者是母牛的意思 做动词呢 可不可以是恐吓 这好记得奶牛嘛 很可怕嘛 奶牛为什么 奶牛一屁股能坐死你 对吧 我们就看到奶牛很害怕 我怕它坐我屁股上 我们说这个 cow somebody into bully呢 bully他老公公牛 后面再加个one 公牛不是bo吗 公牛更可怕了 对吧 后面再加个字母why 我们再读一下 bully bully cow somebody into bully somebody into intimidate somebody into 都恐吓某人让他去 做模式 我处于某个状态 好 44课呢 这几个词比较重点一些 其他一些简单词汇 咱们一会儿在课文中 来详细来说 我们生词和短语跟老师 就先看到这